学早餐找燕子,这是燕子教老铁们做的南瓜糯米饼 跟着燕子的视频一起操作吧,非常好吃,香糯香糯的 咱们按照下面的教程把面和好,然后加入150克的南瓜 南瓜最好用破壁机把它榨成南瓜绒,这样会用起来更方便,没有颗粒 然后放上温水,用手搅匀 霍匀之后,咱们直接下剂子,防止它粘手啊,咱们手上抹了油 像燕子的手法这样,团一团 然后压扁以后,包入咱们稀释好的豆沙馅 豆沙馅买来之后会略干,给它稀释一下 像燕子的手法,左右左右一粘合,这就可以了 这样包出来的豆沙馅非常均匀,然后咱们上面抹点油是防止它粘手 拿起来直接下锅,上下锅温150,然后扣锅 扣锅之后计时是4分钟,4分钟之后咱们翻面 翻完面之后咱们再扣锅,两分半钟 这个时候下温要升温到170 这个饼就算是烙好了 别忘了给燕子留个小红心,点个关注,感谢老铁支持